日本虎杖 Japanese Knotweed 相信大家都已经大概知道日本虎杖 Japanese Knotweed 是会影响楼价甚至银行贷款 但实际上对建筑物会造成什么破坏 如何防止日本虎杖 如果不幸在家居范围发现有日本虎杖可以怎么做 以及作为业主有什么法律责任呢? 先简单讲下什么是日本虎杖 日本虎杖在英国是一种入侵物种 in basic plant 是云云种多的入侵植物其中之一 但就因为生命力及破坏力强大而最令人头痛 日本虎杖在1850年输入英国 一般长成大概2、3米高 绿色加上小分红斑点的枝干空心似竹 8月至10月期间会开白色小花 叶情群营 叶蜜不规则 梅花间粥禁生在紫红色树枝 而初生时有点似竹笋 在英国 日本虎杖指得痴性品种 所以并没有种子 但可以善靠粗壮的根部横向传播繁殖达7米 每年冬天日本虎杖都会死去 但第二年又会在根部重生长出 不断重复 如果大家在街上见到都麻烦通知 Council处理 日本虎杖全英国都会见得到火车线两旁尤其多 有机会传入火车完善的住宅 因此火车公司都有不少官司要打 我负责过的车站项目都遇过不少 有时会用火烧死暂时控制生长 但并非长远解决方法 日本虎杖如果生长在建筑物旁 它的根可以找到墙身或地面结构的弱点 而造成裂痕 甚至堵塞水渠等设备 要避免日本虎杖进入家居花园 最简单的步骤是 小心不要被含有日本虎杖的泥土入到花园 在内边用过的工具及排底的泥 最好先清洗干净 检查了没有植物跟布先带入屋 如果日本虎杖的距离是对建筑结构有威胁 通常你会需要尽快把它完全消灭 首先你要找专门人员去处理 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去修剪或遮掩 因为一旦你将日本虎杖传播开去 你有可能触犯法例 一般来说他们会做一个 包括价钱的Japanese Not-Weed Management Plan给你 而贷款公司也可能会要求 这个计划要由Property Care Association内的 Invasive Weed Control Group成员去负责 以确保项目质数 即使不用贷款都强烈建议你这么做 因此最好跟你贷款公司事先了解清楚 消灭日本虎杖的方法多数会每年加入化学灭草剂 一般需时几年 直至没有再见到日本虎杖长出为止 但都要在额外观察多两年才会被认证为安全 最常用来对付日本虎杖的化学灭草剂是 Glyphosate 必须要专人先可以使用 不过毒性对人体及动物的都相对轻微 落入泥土后已经安全 如果任何人是令到日本虎杖传播开去 是有机会触犯Wild Life in Countryside Act 1981 也千万不要自行将日本虎杖挖出及运出家里外 因为法例规定需要送去指定的堆填区去处理 是非常昂贵 如果随便将日本虎杖汽置在一般回收站 也会触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0 平时光虎杖就却并去运出家里ava